说身边案例 您法理 请理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律师提议环节 今天如果这个事情 大家都希望画上句号 其实我们的曾律师 他是按照正常的程序去乘租的 他怎么乘租 他也是 我不说了 反正你说情理也好 什么也好 反正我付出 你没付出 我就这么一个理 我不说别的 而且我付出的比你多得多 你在那里也没住 那是您父母 您不能把这个施加到侄女身上 我没有在侄加身上 就说她现在让我 侄女跟您的孩子是一辈的 您不能把她当平辈拉着 来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 阿姨 那你不能那个什么 那你也不能说 您的孩子当年没照顾过奶奶 您对您孩子 我们家的孩子都照顾过 都执过班 她没执过班 刚才也跟您说明白了 阿姨 我特别理解您 但是呢 刚才您提了几个方面 咱不管是从这个房子 当年成租 还是这个侄女 现在对您 其实她也没有 直接地赡养义务 从各个角度呢 您都不能把您的情感 往您这个侄女身上放 可能有一些事情 心里不舒服 但是呢 您现在的这个劲儿 使反了 这侄女啊 都更不愿意 这个时候 去打感情牌 那我觉得 刚才我们也跟侄女说了 毕竟姑姑这么大年纪了 有的时候 我估计她的很多做法 未必是那么理智 和像年轻人一样的 那种思维模式 可能姑姑现在 就现在自己那种 身体生病 老伴也生病 然后当年这个 我为了这个家 付出了多少 而且我们都知道 早年的孩子 其实都是很早离家 在外面自己啊 忙着忙那 然后也没有机会去 去赶上一些好的时候啊 所以呢 姑姑心里有一些 弯呢 它是转不过去的 我希望侄女 也能从这个角度 去理解一下 因为毕竟我们这一代人 可能生活条件啊 各个方面 确实有了 很大的一个改善 我们能也试着 去理解一下 老人生病之后 他的情绪的一些变化 我们这个事情 和您都希望 我们今天在这儿 画个句号 也希望以后 真的逢年过节了 还能念着 有这么个姑姑 给姑姑买点东西 然后咱姑姑也能记着 还有这么个侄女 不会了 你们待会看看 如果我做的不对呢 你别惊赖我 我是诚心诚意 想写着这个问题 你要是说 我那个什么不好 你也可以说我 所以希望 在今天的节目录制之后呢 双方都回去想一想 今天我们律师 给的一个建议 不管是从法律方面 还是从情理方面 我们这个事情 能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下期节目再见